现在我有了继续向下推导所需要的所有知识 先回顾一下上次课中我所讲的 我们想要写出一小时内有多少车辆通过的概率分布 我们有了良好的知识储备 我们找出了随机变量的一个很好的期望值 这个随机变量我们回到上面看一下 我们发现这个随机变量代表某条街上的某个位置 一小时内通过的汽车的数量 我们统计了很多个小时 得到了良好的估计量 我们称之为lambda 好 我们本想用二项分式来计算 如果这是一个二项分式 那么lambda等于事件数 乘以每个事件成功的概率 如果可以把每个事件看作一个时间间隔 这就是一小时内成功的次数 这将是在更小间隔内的成功次数 这是这个更小间隔内每次成功的概率 上次课证中我们已经验证了 我们说好吧 如果把间隔取为一分钟 这表示为每分钟 我们或许对我们所写的有一个合理的描述 但是如果一分钟内 你或许会想到我们把时间这是每秒钟内成功的概率 但是仍然存在问题 可能一秒内有超过一辆汽车通过 很简单 我们要做的就是求 它趋近于无穷时的极限 然后看一下会得到什么样的公式 如果我们把它描述成 n趋近于无穷时 二项分式的极限形式 我们可以说 x等于某数的概率 随机变量在某个特定的小时内 等于三辆汽车的概率 一个小时恰好通过三辆 等于我们要取 我们要取n趋近于无穷的极限 n趋近于无穷的极限 n选k 有k个瞬间 因为n趋近于无穷 这个间隔变得特别特别的小 所以它就变成瞬间 我们有接近无穷个瞬间 这些是有汽车通过的瞬间 有三个瞬间有汽车通过 一共有三辆车通过 或者是七辆有七个瞬间 有车辆通过一小时内 共有七辆 我们把二项分式的形式写完 n个瞬间中选出k个乘以 有汽车通过的概率 有汽车通过的概率是多少 这是n p等于lambda比上n 我把它写下来 p等于lambda比上n 我只是把上面这个式字 改写了一下 所有汽车通过的概率是 lambda比上n 也就是lambda除以n 我们要求的是有k辆汽车通过的概率 无汽车通过的概率是多少呢 是1减去于有汽车通过的概率 有多少次无汽车通过概率 有多少瞬间无汽车通过 在所有瞬间中有k个有汽车通过 所以有n-k次无汽车通过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处理这个式字 我把它改写一下 换一下笔的颜色 n趋近于无穷实的极限 我把二相式的因子写出来 等于n的阶层 比上n-k的阶层 再乘以k的阶层 通常我用另一种方法来写 但是这两者是等价的乘以lambda lambda的k次方 应用指数的性质比上n的k次方 这里的这个表达式可以把指数分离 它等价于1-lambda比上n 乘以1-lambda比上n的-k次方 底是一样的就得到了上面这个数 我来简化一下 我把这两项换位置 你可以把它俩都看作位于分母上 所以你可以改变它们的顺序 这取决于你怎么看它 所以它等于 我换一下颜色 n趋近于无穷大师的极限 我不喜欢那个颜色 我们再重新写一遍上次课中的所说 这部分等于什么 上次课很快就过去了 n的阶层比上n-k的阶层 等于n乘以n-1 再乘以n-1 以此类推直到n-k加1 如果这是7的阶层 比上7-2的x的阶层 它等于7乘以6 6比7-2大1 这是我们求得的 上次课已经讲过了 如果你感到诱惑 你可以回顾一下 这里一共有k项 如果你数一下1,2,3 一共有k项 我们重新写了一下 我刚才说 我要换一下这两个的位置 所以除以n的k次方 我互换了 那么lambda的-k次方 比上k的阶层 那么这里是什么 我可以重新写一下 方法一样 1-lambda比上n的分次方 乘以1-lambda比上n的-k次方 现在可以求极限了 取极限后会发生什么呢 如果取极限这里有另一个性质 这样你就不会感到不知所措了 极限的另一个性质 取x趋近于某直时的极限 fx.gx等于x趋近于a时fx的极限 乘以x趋近于a时gx的极限 所以我们可以对这个式子中的每一项 分别取极限 然后将它们相乘 这样就完成了 我们来做一下 先把这部分保留 首先来看这部分的极限是多少 我把它写出来 我选一种好看的颜色 黄色 所以当n去于无穷时的极限 当n去于无穷时的极限 上面这部分n点乘 n-1点乘 n-2 以此类推直到n-k加1 这是多项式 所以最大的一项是n的k次方 等于n的k次方加上某数乘以n的k次方 它将是一个很大的多项式 k次密是最大的 这是我们在推导前需要了解的所有知识 它等于n的k次方加上其他项 以及一系列的其他项 这是你把这些项乘出来所得到的 这里有n的k次方 这些就是这一部分 再乘以 我们不必担心 它是常数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出来 我们甚至不用符号 乘以lambda的负k次方 比上k的阶层 其中不含n 所以它对于n来说是一个常数 再乘以n趋近于无穷时 1-lambda 比上n的负n次方 乘以1-lambda 比上n的负k次方的极限 我知道你能看明白 首先来看它的极限是多少 n趋近于无穷时 某些多项式的极限 等于n的负k次方 加上其他项的密次 都等于k 这是最高次项 所有分子上是n的负k次方 n的分母上也是 n的负k次方 系数都是1 另一种做法是 你可以分子分母 同时处以n的负k次方 会得到 分子等于1加1 比上n加 加上含有1比n的项 这里变成1 如果求n趋近于无穷时的极限 那么其他项都是0 只剩下1比1 另一方面来看分子分母 次数相同 系数也相同 所以n趋近于无穷时的极限是1 这个简化很棒 得到1除1乘以λ的负k次方 点成除以k的阶层 不好意思 极限是多少呢 1-λ比上n的负k次方 我在这里写一下 n趋于无穷时 1加a比上n的负n次方的极限 等于e的负a次方 这正是这里要用到的 但是这里不是a 是负的λ 所以它等于e的负λ次方 这里是负的λ不是a 最终n趋于无穷的极限是多少呢 我把它写得稍微工整一些 我把这一项重新写一下 1-lambda比n的负k次方 n趋近无穷时 它的极限是多少 这一项里λ是常数 n趋近无穷 这一项趋近于0 所以是1的负k次方 1的任何次方等于1 所以这项是1 这里也是1 就是这样 我们做完了 以1小时内通过汽车的数量 为随机变量的数 x等于某特定的数 等于1小时7辆车通过等于 n趋近无穷时 n选k 乘以λ比n的负k次方 乘以1-lambda比k的 n-k的负次方 刚才我们证明了 lambda的负k次方 比上k的阶层乘以 e的负lambda次方 这样很明显 因为如果你在某处看到 它没有上下文 你无论如何也不会猜到 它和二项分布有关 我的意思是这里面有一个e 含有阶层 但是生活中很多都含有阶层 所以这不能表明它是二项分布 这是极限的形式 去非常非常小的间隔 每个间隔中的成功的概率 也更小 去极限后会得到e 如果你思考一下就会觉得 因为e的一个来源 就是复制 我们做了一些 是复制的时间 在一个小间隔中 去极限时又得到了e 这实际上就是上面 这整个公式的来源 为了让你知道如何用这个公式 假如我要外出工作 我是交通工程师 我要计算出每小时 平均9辆车通过 我想知道它的概率 这是期望 在给定的某小时内 平均有9辆车通过 我想知道一小时内 有两辆汽车通过的概率 恰有两辆汽车通过的概率 等于每小时通过9辆的平方 或者说二次方 除以2的阶层 乘以e的负9次方 等于81除以2 乘以e的负9次方 81除以2乘以e的负9次方 我们来看一下 我需要把计算器拿出来 我把它留给你做练习 求出结果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